学佛人一定要明心见性 心里要明白 修心的目的是什么 大家好 欢迎来到今天的 学佛早班车 师父说 要见到自己的本性 要明白我们来到人间 并不是来享福的 享福只是享受 人间时间和空间的感觉 师父还说 一旦时间过了 感觉就没了 一旦时空流失 再想抓住自己的福气 也只能成为回忆 和一种甜酸苦辣的回味了 接下来 让我们看几则精彩的 同修分享吧 首先 这位同修分享到 感恩南无释迦摩尼佛 感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 感恩恩师 前些日子口腔溃疡 痛苦不堪 特别是进食时 味道浓些 更是痛上加痛 连续两天吃饭都特别难受 赶紧许愿一波小房子 和放生一定数量的鱼 许愿后 晚餐稍有好转 第二天和第三天 已基本转好 心里特别感恩菩萨慈悲 有求必应 也非常感恩恩师慈父 引领我们修心学佛 让我们离苦得乐 感恩师兄的分享 这位同修分享到 手机掉了 又快速找回 感恩南无释迦摩尼佛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 感恩师父 感恩龙天护法菩萨 今天中午 快递员打电话给我 叫我下楼拿快递 我把快递拿回来 没几分钟 发现手机不见了 立马下楼找 就找不到了 用我妈妈手机打我电话 没人接 我又回家找 以为掉家里了 回来找没有 我立马向菩萨许愿 念心经四十九遍 姐姐咒四十九遍 消灾吉祥神咒四十九遍 准提神咒四十九遍 我跟菩萨说 我这手机不能丢 我记得那些小房子数据 放生数据 全在里面 这时 爸爸回来了 听说我手机不见 立马微信打我电话 对方挂断了 连打几个都不接 当我消灾吉祥神咒四十九遍念完 又念心经念了几遍后 对方突然接电话了 对方说 他在哪儿 让我们自己去拿 手机成功拿回来 非常的感恩菩萨慈悲 有求必应 这次的教训 也让自己要长记性 为了行方便 都是用手机备忘录 记载相关信息 重要的数据 一定还要用本字也记下来 不然万一手机出现啥问题 就搞不清了 感恩同修的分享 这位同修分享道 刚才受了不好的气场影响 不久后就开始头疼昏沉 过后趁脑子还有点意识的时候 就求佛陀 灵性就跑了 我这才清醒过来 头也不疼了 感恩伟大的佛陀 分享中 有不如理不如法的地方 请菩萨原谅 感恩师兄的分享 这位同修分享道 感恩菩萨 感恩师父 今天早上 上新香跟观世音菩萨许愿 一门经济 修学心灵法门 道心不变 永不退转 过会儿 突然感觉人特别清醒 特别精神 能量向上的感觉 不知道怎么形容 总之感觉特别好 身体也感觉变得很轻松 一直以来 脑子总是昏昏沉沉 情绪低落 能量向下的这种感觉 身体又是无比的沉重 感觉哪儿都不舒服 感觉很累 很辛苦 观世音菩萨 法力无边 真实不虚 感恩菩萨妈妈加持 分享结束 如果有不如理不如法之处 请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 慈悲原谅 同修自己的业障自己背 不让师父背 不让师兄们背 接下来 让我们一起来听师父 讲一个小故事吧 有一个青年 二十岁的时候 因为没有饭吃 他饿死了 他到了地府阎王老爷那里 阎王老爷从生死部上查出 这个青年 这个青年应该有六十岁的寿 他一生会有一千两黄金的福报 不应该这么年轻就死掉 所以阎王爷心想 会不会是财神把他这笔钱抹掉了呢 于是 于是阎王老爷就把财神叫过来质问 财神说 阎王爷 我看这个人的命格里 文采不错 如果写文章 他一定会发达 所以我把一千两银子交给了文取星了 让文取星以后交给他 阎王爷又把文取星找过来问 文取星说 啊阎王爷 这个人虽然有文采 但是生性好动 恐怕不能在文章上发达 我看他 武略也不错 如果走武运 可能会有前途 就把一千两金银交给了武取星 阎王再把武取星找来问 武取星说 阎王 这个人虽然文采武略都不错 但是非常的懒惰 我怕 不论从文从武 都不容易送给他 一千两黄金 只好把这个黄金交给了土地公公了 阎王把土地公公叫来 土地公公说 阎王爷呀 这个人实在太懒了 我怕他 拿不到黄金 所以 把所有的黄金 埋在他父亲 从前 耕种的田里 从家门口出来 他只要 啃挖 一锄头 他就挖到 黄金了 可惜 他父亲死后 他从来没有挖过 一锄头 那就活活的饿死了 最后 阎王老爷判了 活该 然后 把一千两黄金 搅到地库里 这是一个民间流传了很广的故事 里面有非常深刻的含义 就是说 一个人 如果拥有 再大的福报 和文武略财 如果你 不肯脚踏实地地 勤勤恳恳地去生活 去工作 你将会 一事 无成的 另一个含义 就是告诉我们 一个人 只要肯去努力 肯去实践 他每一步 每一锄头 都是价值 一千两黄金 感恩菩萨 感恩师父 在今天节目的最后 让我们再一起听 师父的几句 佛言佛语 所以 师父经常跟你们讲 学佛一定要大彻大悟 必须了解 人的享受 只是一种感觉 是一刹那的 而人承受的痛苦 要比享受多得多 空间也长得多 因为 这是在 消业障 好了 以上就是 今天学佛早班车的内容 希望每个人 都可以 元气满满 迎接每一天 加油吧 学佛人 同时 也期待明天同一时间 与您在这里 再次相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